这个是你在照顾小朋友吗 这个是生完老大的时候 对 他以前就偷拍我喂奶 这换尿布 这是尿布谈 然后据说他批评你的身材 他说因为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哺乳医 洪英哥应该知道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秘乳 所以衣服才会失掉 所以上下就不会成套 然后呢 产妇怕冷 衣服就塞进去 然后他就偷拍了这样照片 传给我说 这是我当初取的那个何宇文吗 他说没想到你变成这个样子 哇 他是要刺激我 他事后跟我说 他想要刺激我产后受生 可是也许他挑的时机点不对 我在想 其实我刚才妈妈生完都很敏感 那我也觉得是特别难搞 你讲说他现在肥的样子 是全世界最美的 他会觉得你在唬烂 有一些妈妈又觉得 我这么肥你还讲我美 我就最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讲对不对 然后你又说他老刺激他 也是就是也他也会不高兴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你就温柔体贴就好 话也不要太多了 我觉得我老公传 对好难为 那因为人本来就是 女人他那个荷尔蒙半年 一年后会慢慢平稳 所以他传这个给我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很小 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很崩溃 我想说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说 然后包括他以前刺激我 要是我会拍下来说老婆你好伟大 对所以你不要讲漂亮 对不要评论女人的外观 对 为这个家跟为小孩牺牲很大 很美 谢谢你 那是一种美啊 也是个美啊 对啊也是一种美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这样说 因为他对好妈妈有他的期待 包括可能现在年轻人二三十岁 可能妈妈都是职业妇女 但我们我那个年代 因为我四十岁嘛 就有一半的妈妈是职业妇女 像我妈妈 有一半的妈妈 可能像他妈妈是家庭主妇 所以他对那个 比如说他欣赏我独立自主 又会赚钱又保养得很好 可是他心里也是有个期待 希望我们同时会做家事跟带小孩 可是殊不知这真的很难兼得 然后我觉得他很少讲的就是 我是一个好妈妈 其实很需要被肯定的 那我其实最需要被肯定的是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没有结婚以前 我就已经帮家里买了房子 但也是我很辛苦赚来的 因为你也就是常常可以知道 我们以前工作很辛苦很早 然后我自己家里 因为我后来觉得我妈妈做家事很辛苦 然后我又常常在外面工作 我自己都有请打扫阿姨 所以我没有 我觉得我希望的是平等 就是我需要结婚以后 我要过我以前的生活 我不要高我也不要低 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更好 我也不需要更差 就是说何宇文在外面这么优秀 他不一定有办法把家事做很好 可是他又请用人或请谁 阿姨来把家里做好 可是我后来全部就是因为他有期待 我都做 我都做了 我的老大没有请过一天保姆 然后我的 我全 我为了 因为我就是不太会做家事 然后所以我还去上家事课 上收纳课 上布置课 上室内装修课 因为我想要把家里弄得很温馨 那他那时候给我的承诺就是 你好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然后把家里弄得很干净 很温馨很整齐 然后他说这是我对你的期待 可是后来就一两年之后 我就发觉很奇怪 是我会投注所有的关注 在这个先生 只要他今天没有夸奖我 我就会觉得我世界崩塌了 其实你非常渴望他在你身上注意力 那我才知道 就是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为他而活呢 我没有想过我喜不喜欢做家事 所以我才说他不过就是几个碗嘛 就是有就是我一定要洗完这些碗 我才是好妈妈好太太吗 那我们没有能力请阿姨来洗吗 他也是很传统的人 就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新旧交接的男生 有一个问题是他又欣赏这种 独立自主的女人 当时有什么事的时候 搞不好女人赚的钱还该来support你呢 对不对 他觉得你不用给他 问题会不会是其实你也会在意 那个好妈妈好太太 女明星的抬头 因为其实我从头到尾现在听 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就是你在意 你就是会在意那个抬头 所以你就会痛苦 我觉得我现在这种形象里面 就是很久 那社会对女人 有时候不是我 先生真的这样认为 就是你自己现在这个 活在别人的一个期待里面 这样就不是你很难做你自己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我要决定放掉这些 我想要做真实的我